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特别喜爱荷花 曾写过一篇有名的散文《爱莲说》 前人也写过不少歌咏荷花的作品 但对后人的影响都比不上《爱莲说》 周敦仪说 水上和地上开的各种各样的花 很多都很可爱 近代的大诗人陶渊明喜欢菊花 自唐朝以来 世人很喜欢牡丹 我则唯独喜爱莲花 莲花从淤泥里生长出来 却不受淤泥的沾染 它经过清水洗涤 却不显得娇艳 它的梗中空外直 没有缠绕的蔓 也没有庞翼的枝 它香气远波 更显清雅 它笔直端庄地立在水中 人们只可以从远处观赏它 却不能轻慢地拿在手里把玩 我认为 菊花是花中的影视 牡丹是花中的富贵者 莲花是花中的君子 爱 爱菊花的人自陶渊明以后就不多了 像我一样爱莲之人又有多少呢 可是 爱牡丹的人 世界上却有很多很多 后来人们用出淤泥而不染 比喻从污俗的环境中出来 却能保证纯真的品质 而不沾染坏的习气